人總是喜歡將一些解釋不到的事 視為靈異事件 與鬼神扯上關係 不同宗教對鬼有不同的演繹法 無神論者更加將鬼神完全否定 到底是人 虛構了妖魔鬼怪幽靈 還是魔鬼施了術 創造了靈異錄 HK026會以不探靈不誹謗 不妖言惑眾的角度 實行靈異透明化 希望大家可以用平常心 去應對人世間的靈異點滴 對人世間的靈異 嗨 大家好 又來到我們HK026的時間 今集我會講一個經歷 那個經歷在很久了 計算手指也二十多年前 當時是在英國發生的 我很記得當年我自己去英國讀高校 我讀高校最初就申請了 讀完高校入大學 那期間 我佈了一間大學 當時早期應該安排住在學校的宿舍 如果大家有住在學校的宿舍都知道一件事 就是很吵 再加上文化上的不同 直接地說 我們中國人有時不玩得那麼瘋 我記得當時回到學校宿舍 那些同學可以瘋到 可以在超級市場拿著一輛 女朋友坐在車內 男朋友推著車 然後在走廊那裡玩碰碰車 那便撞門 半夜三更都是這樣 那KIM就沒有耐性 又不是很想住這種環境 於是就決定搬出來自己住 當時因為其實二十多年前 那個租金沒有現在 當然在英國租金沒有現在那麼貴 但是對一個學生來說 很多時候他們都會選擇 跟家庭去分享 當時我記得我找屋 就見到一些notice board 見到有另一位女士 有一位同學生 她也是要找屋 當時那位同學生 是一個丹麥的女生 她應該是那些交換生 Exchange student 我們就想著 不如一起租吧 一起找屋 我們就找到一間屋 我覺得都可以的 那間屋就很奇怪 整間屋都是白散散的 OK 白色牆 白色梳化 白色地毯 白色窗簾布 基本上什麼都是白色的 而那間屋 其實大家如果去過英國一些 一些古舊的屋 大家大概可以聯想到 它的結構 它的architect是怎樣建造的 通常大部份 都已經超過一百年了 OK 主要是用木頭、石屎去建成 那它怎樣呢 上面有個artic artic就是屋頂 然後這樣下來 就有兩層高 這間屋 其實它最主要 在初期 它是一個church 來的 那個lander 就買了去 於是就把它一開為二 就把它開 兩間屋這樣租了出去 我們旁邊那邊 我記得就是一個希臘仔 一拼的 那些good student 我就跟丹麥的女同學 一起住 住在另一道 後來 當我們一起住的時候 後來因為有些 習慣不同 因為對方很喜歡點蠟燭 她點蠟燭不是點一、兩支 她點到整屋 點一百多支 二百多支 你沒聽錯 是百多兩百支 那些燈的 還在窗簾附近 不知是她覺得溫暖 還有她有些是控制 即是說 我們定了 抹下時間 每個星期我們一起大掃槌 那是好 大問題就是 她有一種就是 星期一、星期二 哪一天你一定要去 超市一定要去買東西 哪一天你一定要去做事 不管你那天很忙 我覺得就不如 如果有時 住得不太愉快 我就在想 不如我 不… 繼續 找另一個人去 跟業主說 但後來 她亦都覺得 大家都不太合 結果到最後 在最後 是怎樣 她搬回學校 而我自己 一個人住了 整間屋 當然我給她那份 好 怪事就是這段時間出現 我很記得 那時有三間房 她搬走了之後 她的房間 我就用來做醫務間 另一間 讀房間 另一間 座房間 另一間 找到任何事情 睡了 到第二天早上起床 我全身 所有的衣服 包括內衣服 都全部都沒有了 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何會這麼奇怪 於是 我立即第一件事 我就 到樓下看看 究竟 是否有人進來 還是怎樣 因為我沒有人走 我不會自己 除了自己的衣服 我亦沒有夢遊 我出到樓下 都沒有人反鎖 所以沒有人進來 下一個東西 你會看 會不會由窗口走進來 窗口也會鎖 正門後門 窗口全部關閉 那個時候 那些窗 是用的 Venge window 就是一棟角 去到地下 從水扇到樓 我覺得很奇怪 為何會這麼奇怪 於是 我發現那些衣服 在旁邊的書房放了我的衣服 那天趕著上學 上學時跟同學朋友聊這個問題 他們說他們本地人 我當時是在威爾斯 大家知道英國有分威爾斯 英國有分威爾斯 那時是怎樣 我跟那位同學說 其實我們英國人 我們本身是威爾斯人 他們是比較迷信 他們會覺得一間新屋 我們中國人傳統的集會說拜四個 其實應該拜五個 他們也有個習慣 他們會把刀放在家裡 基本上在哪裏都是 放些鹽 到處灑 海鹽 他們也會把碎銀 碎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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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在想 不如試試看 我唱了一大堆碎銀 每個角落都說 放些 我還記得那晚睡覺 真的很好笑 穿了一件睡衣 再穿了一件布袍 綁著自己 再躺在那裏 之後就沒有這件事發生 其實 想出來都很奇怪 總之解決不了 因為很難說就是一件事 我要自己摸黑 脫掉自己的衣服 還要睡到床上 蓋上被子 然後睡到第二天 而那些衣服 就在另一間房間 還要通過的走廊 其實是很不合理的 但解釋不了 但無論如何 那件事已經告一段落 我也不覺得有什麼恐懼 我只是當一個 如果你們有這樣的習俗 喜歡放些刀 放些刀在家裡 OK Let's do it 好了 同一間屋 過了一段時間 那段時間 我記得家裡 洗衣機壞了 家裡突然水浸 那間屋下 地址濕了 沒有辦法 用吸塵機 要塞洗很多東西 我就在樓梯的位置 就在頂樓 有 其實之前有個小插曲 當時 其實風水術數 我在中學的時候 已經有研究 覺得很有興趣 我是不相信的 早年 我是覺得 如果科學真的可以解釋到這麼多 還有 我真的有興趣想了解多些 究竟他們所謂的 很厲害 可以預知未來 究竟真的這麼能力 究竟這件事 它用什麼組合 是怎樣可以看到的 與其自己給錢 去不幸 碰到神棍 不如 自己去看 那時候 看易經 很多東西 純粹去玩玩 當年 沒想到自己會 有一天 會做這行 當時 我還記得 一些古董店 他們覺得很古董 那些店 有一塊很漂亮的鏡 那塊鏡 我覺得很漂亮 價錢 也不是太貴 我能力負擔得起 我買了回家 在樓梯搬上去 在樓梯搬搬上去 而那塊鏡 其實我知道樓梯 是不應該放一塊鏡 在那裡 自己照著大門 照著這麼多門 但我覺得 沒有另一個位置 放得到那塊鏡 於是我照擺 擺完之後 就約摸 那星期 我記得很清楚 那星期 我買一塊新鏡 放在那裡 我很喜歡那塊鏡 我走樓梯 那天有水浸 即是由水浸到家 你可能說是意外 或是怎樣 整個人 在頂樓 就跌了下去 真的三秒鐘 OK You're right 3 seconds 真的在頂 是1 2 3 第三秒 臉已經趴在地毯 當時 臉已經有一個 擦損了 鼻骨是 然後兩隻手 就fracture 這隻比較嚴重 是dislocation 直接脫了膠 兩隻手是斷了的 我當時記得 要打石膏 其實我撞了下去 很慶幸的一件事 touch wood 沒有撞到頭 頭只是穩穩地 當時嘴已經爆了 就腫了 就在地上一旁 拿起那時有land line 還未用那些mobile phone 拿著條線 然後拿著條線 然後拿著條線 我立刻 幫忙 一路說不到話 一爆了 結果 警察來到的時候 那些十字車的哥哥 正是爆門 送我入醫院 送到入醫院當然 不要說英國的NHS 今天的NHS 曾師傅 早那麽多年前 那時都是床位不足 他不會留你 被你留意 除非你進去私家醫院 當時他們送我回家 後來媽媽知道這件事 就安排了一些 我們叫Sister Sister就是看護 你可以去私家醫院 可以付錢 請一些護士 走到你家 協助你 日常生活 當時我還記得 是Summer 很慘 洗澡 他們會幫你那種 浸滿了浴缸 是泡泡的浴 你會洗澡你的身體 然後就這樣 他給你一塊 然後就洗澡 好 我記得 到我的骨頭好完 我洗澡 洗澡了三個多小時 第一次我可以洗澡 最恐怖的一件事 也不是這裏 為什麽我要說到這裏 我真的要出一封律師信 去告我的業主 沒辦法 我當時是一個妹妹 也做一些法律系學生 所做的事 這裏可以告的 今時今日未必 可能會考慮得多了 當時我記得 我兩隻手 想想 我是打了石膏 是什麽都做不到的 我記得夏天 我真是很肯定去喝一杯可樂 喝一杯可樂 但很可惜喝不到 我是用一個 Driver 那些是甚麼 那些是螺絲批 去叫那一罐可樂 這樣叫開了才可以喝 那叫不到 倒壺全身都濕了 當然 又要找人幫我換衣 當時也是媽媽 找了隔壁屋 有一些鄰舍就 給了錢 叫他們去看我 有時是給我換衣 當時我和姨妹 千兵萬足 所有屋裏 因為有很多窗 那些窗 全部是French window 全部要拉窗簾 因為無時無刻 我隨時可以弄濕了身 我又要換衣 根本上我拉不到窗簾 做不到那麼多 當時這房子弄得陰陰暗 大家可以想到 24小時都是落了簾 我記得那晚睡覺 晚上我睡覺一定會關燈 我關了一盞燈 睡覺 我不是一張大床 Kingscience 我不是睡在中間 我是睡在左手邊 靠著一個小燈 我睡覺 睡覺睡覺 我突然被一張燈去塗醒 很殘眼 我在想 為何我睡覺不懂燈 為何會突然開燈 那些燈是否會有自動按鈕 睡到溫溫等等 為何會這樣 我又不明白 我轉著面 看另外那邊 另外那邊是French window 落地玻璃 我看出一條街 窗簾永遠都會拉起來 我看著 這裏是最恐怖的 當時我真的很害怕 但現在已經可能 始終是隔了一段時間 那種恐懼沒有那麼嚴重 我看著 大家可以想像一件 很厚的窗簾布 很厚的很長 由天花板去到地上 你看看多重 如果你的手斷 根本沒有可能拉到 我打完石膏怎麼拉呢 那個窗簾 我躺在床上 這盞燈無緣無故自己 著了殘神的我 那個窗簾是慢慢 拉開的 我當時睡在那裡呆了 我在想 為何窗簾會拉開的呢 究竟 為何窗簾會無緣無故自己拉開 我想想想 沒理由有自動製的 是用那條線拉的那些 那我馬上想到 我明白了 我知道什麼事了 我知道你在這裏了 我心裏自己在說 我知道你在這裏了 明白了 你不需要再告訴我 你存在 我知道你存在 雖然我不相信 這個世界上有鬼神 我會搬走 我當時的心裏 我心裏在說這些 沒辦法 斷了兩隻手 我又不能走 半夜三間 當時的空間在旁邊 三點多 四點 又不能走 又不能走 又不能開車 又沒有地方去 我可以怎樣 被迫著 死定 捱捱捱 眼瞳瞳瞳 看得差不多 她既然的窗戶打開了 即我可以看到 外面有沒有 外面是黑黑黑黑 還是日光 直到大概六點多 即有少少太陽光 因為我當時是夏天 還在夏令時間 那我就看到 太陽光出來了 於是我就起來了 那天就抜了一個 室內 以前很流行的 室內無線電話 打長路電話給媽媽 因為我媽媽當時在 劍橋市 另一個城市 我跟他相差 我想駕駛也要七個多小時才去到那裡 我打給他 說這件事 我媽媽立刻說一句話 這間屋你不要再住了 但沒辦法 我也要等我好起來 但那種感覺是一點都不會害怕的 是很溫暖的 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位基督徒 在我們的角度來說 這個世界上有神疾 一定有鬼 而是當那種感覺 如果有些東西解釋不到 而當時給你的感覺是很溫暖的 其實我們看法是在天使探望你 如果給你的感覺是很害怕的 那很多時候這些真是來自魔鬼 我只能夠覺得那種感覺是很溫暖 而我自己本身 我爸爸早年 其實我小時候已經不在 當時我也跟媽媽說過這件事 但那種感覺是很溫暖的 當時我們也在想 難道真的來探望我還是怎樣 這些無從稽巧 但的確確在我的人心裏 是真的好像 因為我不相信 好像真的一路 就專門讓我看到一些